人情话题来看到有网友分享近日到花莲旅游 投诉某饭店入住双人房 扣掉政府为了振兴花冬观光给的补助款之后 两个晚上的住宿费用只花了18元 而且住宿的品质很不错值得再访 天文一出有网友说虽然觉得旅客赚到了 但还是替业者感到心酸 舒适房型设备应有尽有 搭厅自住吧免费享用甚至还有交易厅 花莲这样的旅馆两碗住宿房价不用三位数 你相信吗 有网友分享住进这间旅馆的双人房 设有停车位虽然没付早餐没浴缸 但两碗的住宿房价原价2000元出头 扣掉政府为了振兴花冬观光给的补助款 算下来两碗住宿只花了18元引发热议 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本身的价格也已经有优惠了 然后又加上搭配品牌的优惠 偶尔会出现这样子比较惊喜的价格 因为我们是浮动房价 所以如果平日来做的话 补助的话大概只要贴300到500不等而已 扣掉国理的话200600 再自己贴600 蛮OK的 消息曝光有网友直呼 房价本来就不贵 再加上有补助 虽然觉得旅客赚到 但还是替业者感到心酸 看看当地受到地震抽集 人潮不如以往 花莲自由行观光补助也因此延长到11月底 更加码每人每月都可补助1000元 但反观台东 补助款在9月底即将到期 当地业者也期盼能比照花莲延长 补助期限 7月份的客源实在真的很不好 8月份补助的时候 客人真的回流了 然后9月也没什么连休假日 暑假过之后 也许很多业者就会重新考量了 就是到底他还不要撑 像我们刚刚看到这是算低价 应该是不会赚钱 但是可能是让员工有工作机会 9月份开学之后 旅客数又变场 那你即使有这个促销方案 也同样可能不会有很多客人来 对此观光处表示 台东是否延长补助期限 还有待评估 毕竟寄出低房价 对业者来说 利润即便减少 至少还盼到人流 但要是拿掉补助款 人潮未必回流 恐怕也面临血本无归 就欢迎台东综合报道